那其實我在做這個議員的時候 發現其實蠻多人都不知道議員是什麼 那我剛開始做的時候也不知道 議員其實是縣市等級的 那立委是全國等級 所以說縣市他不管做什麼事情就已經講到那個縣市這樣 那我們兩年前選了900多位議員 那現在已經有64位已經不在 那我做一個統計 其中有38位已經 不在就是他不在那個位子上 那真的有一些是病室的啦 其中有38位是被判當選無效 那我有練一些像苗栗、澎湖有五個 這樣話才共四個 說其實去選不一定 就是你的回票不夠還是有可能會當議員的 因為像澎湖只有18位議員 那就有五位被那個當選無效 其實你地補地補就不上 然後那個去當立委居然有43位 我也覺得是蠻多的 就是我們立委居住才113位 就有13位從議員來的 那我們來看看議員都在幹嘛 那這是今天的新聞 趙成熊跟那個新北市板橋周勝考議員 已經被深壓了 那像這個是新竹縣有六位議員 因為這個工程配合法問題也是被判刑的 那除了被判刑的話還有做什麼事情 像這個是新竹縣有兩位是勞動黨跟綠黨的議員 他們是因為要調降房屋 他們不滿調降房屋稅率 所以自己請死 這驚天生效 這我下午再講 那現在這個 台北市的議會表決我已經整理好了 那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去幫忙 幫這個表決下一些簡單 讓選民可以理解的表現 比如說 左邊這一大堆文字 你就可以幫他下說 他是想要刪除市府員工的交通補助費 那是有什麼用呢 這樣之後就可以幫這些議員 整理出他的表決的異常 像是 之前那個 中村萬華還蠻紅的彭仲彥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表決立場 反對什麼 契權什麼 贊成什麼 比較櫻木鳥然 那以前的話 沒有當過議員的候選人 我都沒有辦法呈現 那過去的工作資料 就只能等中選會前兩位 選前兩位禮拜 我才抓到那個政見跟選情意義 什麼那些的 那只能這樣嗎 所以說這次我就做了一個新的功能 那 直接demo給大家看 像這次 我假裝的 那你就可以去 編輯你 假如你今天當了議員的候選人 你會想要做什麼 你的政見是什麼啊 兵力學歷啊 背注啊 你就可以自己寫 那這邊是用Mockdown的語言寫 所以說你最後寫完的話 好 就大概會長這樣 好 那個想要報名的人就來找我 我可以教大家寫這樣 好 每次都這樣 好 謝謝 謝謝